杨老师这个是宝贝啊 这是VR摄像机 全世界只有他这一台 他自己独立研发的 我们今天晚上呢 吃这个 在一个很狭窄的小巷子 小锅道里 我们吃路边摊 生意真的是非常好啊 这个路边摊生意非常火爆 我们就在这吃 然后他菜也不多 但是人很多 吃的客人很多 整条街 这么早的小巷子 很多人在吃 我们来看一下他什么菜 这些牛肉 然后还有些猪肉啊 鸡肉啊 蔬菜 他的做得很好啊 杨老师做出的视频呢 只有那个VR眼镜 戴上VR眼镜才能看 如果说不用VR眼镜看的话 看那个效果特别特别不好 但是如果戴上VR眼镜 整个世界就活了 估计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first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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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次出去拍摄都能引起围观啊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 这种摄像机 他的视频呢 从电脑里导出来 一分钟的话 差不多要十几个小时 时间非常非常长 我们现在是在河内啊 这个就是地址 这个就是地址 然后这个路牌上也是地址 但我不会读他这个地址 这老板娘好精神啊 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菜怎么吃啊 老板娘很贴心 教给我们怎么来做他的料理 一定很好吃啊 这里人很多 这么多人一定很好吃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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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3D 4D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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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摄影 全世界只有一个 真的吗 是一个机制的 一个机制的 他做的 他做的 一一一 没有把眼睛戴下来 很难给别人解释清楚 哈哈哈哈 一只一个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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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路边 没有名字的小小管子 我们叫苍蝇管子 非常小 并不是说苍蝇多 就是小管子 越是这个做出来的东西好吃 我们吃下来真的味道不错 这个烤肉啊 加上一些它这个独特的蘸料 独特的一种蘸料 这个味道特别好吃 我们现在刚刚吃了饭啊 从那个小巷子里出来 刚刚有朋友给我留言 说是有个三十六古节夜市 非常有名 我们现在准备去看一看 我们经过一公里的跋涉 吃了晚饭以后 走了一公里 然后来到了三十六古节夜市这边 是不是太热闹了 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雄伟的咖啡楼啊 这栋楼全是咖啡 全是喝咖啡的人 哇这风吹过来感觉好清凉啊 我们这已经到了环境湖边上了 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 我愁愁了迷茫了 我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兄弟们 往哪边走啊 感觉左右都ok了 这后面这栋楼啊也都是喝咖啡的 是不是好壮观啊 这是哪里啊环境湖边上 对这就是环境湖边上 其实我们也不确定这是三十六古街 是不是啊 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这里是环境湖 我们这里已经到了环境湖了 我们沿着环境湖玩一圈 走一圈 是不是茫然了 我们往前走 这人太多了 不知道到哪去 您的这个东西拍摄 晚上这种光线能拍好吗 对光线要求不是很高是不是 光线比较大 他大概在夜市模式吧 夜间模式 他在跟我已经拍了好多暗的 拍暗的也可以啊也没问题 晚上的环境湖太美了太漂亮 人也太多了 车如流水 马如龙啊 晚上这个湖风吹过来啊 春风拖面 那感觉太舒服了 这里感觉很高级的样子我们进去看看 很多人在那里拍照啊 哇 龙门虎桥 前面的桥应该叫虎桥啊 入炉门 行虎桥 晚上这里光线不太好 这正好一个大射灯 这里还能拍得清楚一点 其实在这里呢感觉真的是古寺古香 很厚重 非常的有那种人文情怀 在越南啊给我感觉 它的很多地方的那种历史遗迹啊 保存的非常完整 这点我觉得特别让人值得欣慰 但是来这个城市参观的时候就感觉到一种民众 一种厚重 而不是那种纯现代的一个东西 这幅对联写得太好了 人间文字无权 全凭英德 下联是 天上主司有言 单看心田 进来呢 随道莫痕 无随满 晴天必逝 十分高 其实这个环剑湖啊 并不是很大 但是周边感觉 特别特别舒服 人也特别多 这个是晚饭消 晚饭以后消失的好地方 玩着湖走一圈 甭提多舒服的 晚上这个门是锁起来的 前面的虎桥我们是上不了的 改日有缘再来 刚刚呢我们在那里 读那个墙上的对点 很多越南人对我们投入了 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他们自己的国家 上面的 他们的历史文物 上面的文字 很多人就不认识了 非常非常遗憾 晚上这边人头传动啊 太多 太多人在这里了 太热闹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公园 我们现在到了李太祖广场 这是礼朝的开国皇帝 李太祖 好多小朋友在这玩啊 好开心啊 这个广场正对着 那个环剑湖 无心的那个岛啊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九点半了 人还是很多 非常非常热闹 而且今天是周三 今天是周三啊 还不是周末 如果周末可以想象 这里有多少人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环剑湖 转了一圈了 可惜的是晚上光线不太好 很多东西我看不到 也拍不清楚 但是我们又来到了咖啡楼这里 这里光线特别好 而且咖啡楼还在营业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我们上去看一下 好我们到五楼 到顶楼去 顶楼光线好 你们相信吗 这是晚上十点钟的咖啡厅啊 六楼有空中走廊 我们上六楼去是吧 哇这里太漂亮了 现在晚上十点多了 居然还是满的 顶楼还是满的 没有地方坐了 找个地方坐吧 那里的空位置 这咖啡厅的六楼啊 这有一面正对着环剑湖 满湖的风景 尽收眼中 请一杯咖啡 看一看湖景 越南人太会享受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在越南的老位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喝一杯咖啡 就回酒店继续休息 明天再见 拜拜